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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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班 領班 各位請寫午安 給奧學這個集會來見證 我們修班道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都有很多的見證 跟感應跟故事 當然顯化是可遇不可求 奧學在85年的時候 5月23號的時候求道 那從求道開始就 一路上有很多的見證跟感應 因為我們時間只有20分鐘 因為那個要講三天兩夜講不完 所以我就先把精華先講20分鐘 奧學在85年5月23號求道之後 那時候法會是三天 三天法會 那麼奧學很感謝天神 在第三天的時候 第三天的時候就親口了 那個要需要很大的勇氣 跟我們各位一樣來上課 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然後在求道的時候 很自然的很第三天 你就會感受到佛光的普照 然後就親口如素 可是回家的時候怎麼辦 回家就開始考驗了 而後學的爸爸媽媽還算不錯 他沒有很反對 那就是後學的阿嬤 阿嬤比較反對 那時候後學還跟阿嬤睡同一個房間 從後學心口那一天開始 阿嬤怎樣 每天就在念 說這個獎材 這個已經沒了 我們想到有了 你絕對有了 就從他開始每天就每天在念 每天在哭喔 哭多久 沒有比孟江宇久 哭一年而已 哭一年而已 每天在那頭 每天在那裡 甚至跑到後學 那時候在阿嬤那邊上班 跑去那邊亂 你們誰帶有孫子去吃素 真的 就阿嬤的那時候考驗比較大 就將近考完一兩年 他有一天阿嬤就心血來潮 哪一隻雞腿 他說什麼 阿嬤說你今天就不要出來了 我今天絕對要把你開座 你啊 你的話不要出去 不要出去 那時候那一天後學 早上五六點就落跑了 就跑出去了 後來就沒事了 也就沒事了 在後學求道然後清口 然後將近快一年的時候 有一次 有一次後學區域的稻清跟靈潭主 歸空的靈潭主 他們來後學家 成全後學家裡 安設佛堂 那時候後學的媽媽是三太子的基身 那時候後學媽媽也還沒求到 他家裡還有在辦事 他有在辦事 就是人家有生病還是有 甚至有那個 BNW基身不見的也來找三太子問 要那個賽哥啊 我們照顧他也來問 他說以南雜證都要來請示三太子 那時候媽媽有在辦事 後學有在接近佛堂 但是感覺還不錯 各思其子 那一次靈潭主就約一約 道清來後學家成全安設佛堂 說很奇怪 那一天三太子有沒有辦事 有啊 那一天也要辦事啊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很奇妙的 那一天剛好 三太子就沒有跟媽媽接竅了 道清就進來家訪一樣 家訪成全安設佛堂 那當道清成全快半個小時之後 那這時候媽媽就忽然就被三太子見笑了 就見笑了 那三太子就很慈悲地說 其實他 我們只要我們出門去家訪 去成全去度人 先佛都會在我們旁邊 都會在我們旁邊 所以我們並不孤單喔 你只要出門有出門家訪 成全 先佛就會在我們左右 那三太子就說啊 就說我們出來家訪成全的時候 先佛會在旁邊 一樣那個 先佛來的時候 他三太子也是一樣 七天神要跟先佛來接駕 他就等我們人事上的成全佛堂 一段時間之後 他才請示先佛 然後他才下來接駕 那次那一天很特殊 因為媽媽靈堂是三太子在辦事 那一天他紙杯就叫 靈堂祖他們出來排班 也沒有過這種情形啊 一般七天神在辦事沒有在排班啊 沒有他就叫他們 那時候有六位就出來排班 然後一個一個就紙杯鼓勵 最特別的是靈堂祖他有吃那個詩句 是三句詩句 他勉勵他多度人多行宮兩院三師並行 才師法師五位師 那這三師去做 所以那個整場的很值分很感應就是說 你看七天神他也會大幫助到 大幫助到 後來後學的媽媽有這個機會也求了寶貴的大道 之後還是有在辦事 沒有那麼經常 媽媽說了一個很奇妙的感應 他說他在未求道之前在辦事的時候 他的靈在哪邊 他說他的靈是被三太子抽起來 放在佛桌底下 那一段辦事期間他是沒有記憶的沒有回憶 就是他不知道三太子在做什麼事情 那不是他個人的意志 媽媽知道是三太子旁的靈掉起來 然後放在桌子底下 等時間辦事好之後再把他的靈掉回來 那整段期間都是空白的 媽媽有說等到他求道之後 他有在辦事 因為很奇怪他的靈就從哪邊出去 從我們的玄關正門出去 而且很輕鬆很自在 而且很快很快速 所以這邊也可以印證說 我們求這個道真的是很寶貴 我們有聽過道真理真天命真 我們求這個道真的 對我們的人生長確實是一大的幫助 我們知道我們求道容易不容易 正成功正大先在八一重等 他有求道回歸里天 他有來執便勉勵 或說我們求道要修幾次 要修三次 要修三次喔 那麼親口要修幾次 親口要修五次 安堂要修十次 要修十四 那麼我們來佛堂修半道 像我們一樣來參加進階班 要生生世世都跟先佛有結下這個佛緣 所以我們能夠來這邊上課 有沒有很幸福 所以我們要給我們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他這個是自己辦的掌聲鼓勵 他有掌聲出現了 再來第二段就是一個小插曲 就是我們每一點都有辦園遊會 我們有去參加過嗎 包括我們從政的跟總會 有辦園遊會 那一次就是園遊會回來了 很累了 奧學友跟蔡產主租房子 他旁邊是佛堂 一五六點就倒下去就睡覺了 當要睡 或許睡覺的時候門會鎖起來 因為怕小偷會跑進來 就是鎖門 當躺下去不到五分鐘的時候 有人跑進來了 從佛堂那個方向跑進來 穿過門進來 那奧學也以為是小偷 你知道嗎 要起來又起不來 奧學長這樣 那個人就在奧學的左手邊刪一下 就在奧學的右手邊刪一下 那時候就想 是我們的濟公老師來了 然後就在額頭再刪一下 跟奧學說要加油了 濟公老師就很瀟灑的再跑出去 所以我們有來佛堂 說半道真的要很感恩 我們的佛佛老師 隨時都陪在我們身旁 他有一次奧學幾年前 就是參加養慶班之後 就去竹北開放 那時候也遇到瓶井 遇到瓶井 就出國深造一段時間 跟那個竹格亮一樣出國深造 那段時間就比較少接近佛堂了 可是奧學那時候 人雖然沒有在佛堂 可是心還在佛堂 為什麼 因為你們白天入班 後學是晚上 那時候先佛很慈悲 晚上就佛佛老師會帶 後學的靈回來佛堂 一樣入班 可是那時候跟我們不一樣 就是那時候會跪著 然後老師就是在夢中 用那個棍子打後學的靈 叫後學說調整好腳步之後 再走出來 所以先佛也是很慈悲 所以每次入班都會帶後學回來 我們佛堂入班 所以我們 所以有沒有 有時候人沒有在佛堂 可是心隨時要在佛堂 然後我們不要說人在佛堂 心在哪邊 心在外面 這樣就比較可惜了 那一次有個機緣 一下後學就去發一重整 然後參加法會 因為很久沒有回來佛堂 去參加法會的時候 剛好很慈悲 又是誰 我們的濟公老師來開殺 他們沒有在慈悲再叫人 剛好就叫他後學 叫他後學 要不要再回來 要再回來 因為那一年後學都不敢出門 為什麼 只要你出門就會遇到道經 遇到天堂師 好像感覺要被逼回來 那個也是先佛的慈悲 只要你出門就遇到道經 甚至後學遠遠看到道經 就把哭就走了 所以那一年後學就感覺要出來了 等到那一年後學出來 第一次懺悔班 順便也是懺悔 這幾年都沒有 出國身上都沒有出來佛堂 這樣前宮了願 那剛剛我們慈悲又是誰 我們的師尊老大人濟公老師來臨壇 後學想說一定 後學一定會被叫到 被慈悲到 後學心在想的時候就叫到了 那時候老師很慈悲 他說有人在緊張喔 是誰在緊張 後學在緊張 那老師很慈悲說 他說他知道後學這幾年發生什麼事情 他也不會問了 那老師也很有智慧講在前面說 你這次回來就好好再認真 然後不要再離開國堂了 不然回事也留不住你 你看仙佛很有智慧喔 我們要離開國堂 我們留得住嗎 仙佛也留不住 因為為什麼我們門都沒有鎖啊 來來去去人這麼多 總之留不住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個機會 把握這個機會 那這個以上是兩三點的一個感應故事 還有很多我們以後有時間 再跟各位來分享 我們把握每個月一次回來 參加這個真美班 然後學習禮節的機會 我們真的這個仙佛曾經有說過 只要我們每上一次進階班 每回來上課一次 我們的命運就再改變了 你只要每回來上一次課 我們的命運就往往上的方向去提升 我們身心裡也會跟著提升 所以最後我們祝福各位 能夠每個月都回來 能夠上課 然後學習禮節發起愉快 好 祝福各位 掌聲大家的指定